回到第二節,今天的特備節目是講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我們講到,假設這個大香港主義是語言性或心理層面上的一種抗爭 如果這個都不效的話,就等於世界各地所有一樣,就變成物理性,即是最實際 但這個我呢,如果再惡一點,是恐怖主義的 其實這件事已經是想令你做不到這件事,陰謀論來說 已經是慢慢想控制,不讓你有條件發生的事 所以我覺得,我們回到最後講,那個滅粵語,我不知怎樣說的行動 推普廢粵語,廢粵語行動,由廣東省開始蔓延上來 為什麼呢,因為網絡監控大家都知道,沒有人騙你 美國也有網絡監控,而網絡監控,你監控了,那個資訊 你要明白,但為什麼美國相對性來說,沒有這麼大的問題 因為整個美國的人都是講英文 就算美國有些非英語系的族語,譬如意大利、西班牙 西班牙很多,很多人都認識西班牙 如果我如入國來說,是介入人口比例的話 不知道是在英文之前的,即是在他的邊境,有沒有全部說西班牙 墨西哥等等 問題是因為他明白,我們把這件事 拖進去香港和中國 中國都在做鑑定,大家都知道 問題是你要明白他們說什麼才行 例如是那些潮語那些 那些火星文 火星文 我都不明白 那些火星文 我想說的是,當你截了一個資訊 而你不明白的話,你會找人翻譯 不是說不行的,但已經隔了一層 因為你不明白,已經給了機會 人家去做這個秘密性的傳遞消息 等於我們神秘學 那時候講的,為何要神秘 要將這些密碼化 為何要這麼多符號 就是不想讓你這樣直接去看就明白 你都可以明白的,但你知道我的符號 但是那個時間 就是講那樣東西 所以現在廢語的問題就是 假設如果這個 為何它很不必要辨語呢 這是地形問題 歷史上的問題 歷史和地形問題 因為以前的香港,可能大家香港人都不知道 以前的香港,我不知道是三大 還是四大情報地點之一 也不用三大、四大 基本上是近代所有的革命都在香港開始 對 孫中山來,孫中山來 對,自己中國本土的事在香港那裏搞 就是西方怎樣跟中國的情報那個東西 以及誰去監察大家 就是大家都知道其實有很多間業在香港 對,還有為何霍家呢 就是霍家,在奧運或者在運動那邊 很高層的那個霍家 為何他們那麼得中國的口袋呢 就是因為那時候中國都封關過一段時間 那他們有很多在背後做事 那他們的空間都要有物資入的 但我又不可以正如說入中國 那香港是英國那時候的殖民地 但是中國都有大量的中國人 在入內從事的活動 都是外國人士 那便進來香港先 香港再運回去 其實借這個名字 中國都借香港做他的那些 可能表面上不是太公表做到的事 或者是暗地裡 很多 即是你說中國 假設沒有了香港也是不行的 即是這個都公表說過 要這樣說 不是說什麼大香港主義那種 即是你沒有香港的金融制度 即是你說現在上海 深圳盡量發展他的金融系統 但四天有一天 香港沒有那些 因為這個牽涉很複雜的金融轉換 那些方法 一是轉換 因為很ambiguous 即是很模糊的東西 很灰色的東西 即是在香港搞定 而英國以前做的事 你可以說它是鼓樑好 而他們最成功就是 要令香港人自己本身 不知道香港自己在這裡 搞了這麼大堂的一個地方 就是為什麼呢 我們賺錢就可以了 所謂的核心價值 這個是英國搞出來的 是的 這個應該搞出來的 那現在中國呢 就怕我們找回這件事 那又 香港的地形文章也說過 那萬一中國 發現到某些 譬如說對他自己政權 不利的東西 的行動 即是當時我這樣說 很模糊 特別是核政區這個實驗 那其實他們都要去控制 那所以呢 假設地形就好了 而語言 我跟他們說不通的話 即是普通話 跟粵語有過這樣的同溝的話 那這個是別人的機會來的 那我唯有不要這件事 沒有粵語 即是將這個因素剔除了 其實的確 不要說猜來猜去這個問題 的確 文化是一種我們叫做 區域性的定義 即是怎樣說呢 兩條村這樣說 很簡單來的 這個世界的種族 其實是以三種方法定義的 地域 是 地域 是一種種族 血物是一種種族 猶太人是一個分布 全世界的血種族 文化都是其中一種 問題是 如果一個語言 是文化的主要體系之一 的時候 中國對於一個不同文化的 二樣種族 其實是有一種的忌忌 特別是它現在見到四處這麼亂的時候 即是西藏 那些亂的時候 它更加是會想控制這個 如果我們用一個現實的例子 我們可能說圍村 知不知道圍村 知不知道圍村 香港以前那些 那些 以前香港的圍村 為什麼叫圍村 其實本來是圍村 就是尾幅床圍著自己 越有錢的圍村 就有圍村越高 我這條圍村越封閉 即是我這條圍村越大 在我地盤 圍村裡面發展的圍村 叫圍頭話 圍頭話 就是圍村裡面鮮明的語言 就告訴你 我和你那條圍村是有分別的 一聽就知道 不是我們自己人 就這樣 是分別到你我 我們和他們 這種文化 就會令到兩種地方難以做 而衝突的機會就越來越高 因為沒有溝通 而其實 某程度上來講 建立這種方言 或者在他們眼中 廣東話 粵語其實是一種圍頭話 其實是 對它來說是威脅 因為怎樣呢 就算你看書也好 我剛才也講過 我講過譯音問題 假設廢粵語這個行動的話 廢粵語的運動之後 那些我不說 就從來 從此之後 可能說粵語就很適合 所有的譯音 譯外國文化 用國語來譯也好 但是我之前那些 之前那些是文獻 或者是資料檔案 我當我這一代的人 可以這樣再寫譯 因為時間慢了 整個Efficient是低了 問題是我在後幾代的話 我還聽不懂這些什麼 就等於人們現在在吵正體字和簡體字的問題 正體字和簡體字的問題 正體字和簡體字 這個問題很大 我們下一集 有幾個會再講 我講的就是 譬如說 譬如說 逼銜 香港人叫逼銜 如果你和一個從來未去過香港 或者廣東省的一個北方 他不明白 你兩個不知道背黑 不知道什麼 他就明白了 但很多書都寫這些 假設如果書是敏感的 假設如果書是 洩漏很多重要情報 他們就慢慢地看這些文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威脅 就是這個語言的問題 其實也不用講到這些信息的問題 純粹是 一個文化 如果他的文化是有很大分裂的時候 他已經是建立了他們在分裂 這種情況 當然 在他的眼中是有這種可能性 但其實如果在文化的角度裏 這件事其實也是很吊詭 文化必須有二銅才可以有衝突 而衝突當然可以是一種瓦解性的衝突 但亦都可以是一種 融合性 應該是刺激性的衝突 例如我們說美國 美國其實東西有文化 可以畫不同州的文化 藍波和不同 問題 這個就是他的優勢 因為不同的文化會不斷地衝突 而衝突與衝突之間 要不斷地創造 才會有生命力 統一文化是沒有生命力的 但是如果你說一個文化 完全沒有共同之處 當然這個地方一定會分裂 我說你肯定會嗎 問題是 你不用擔心 因為香港人背地裏的生存方式 就是中國的生存方式 看看哪一類人 你也是吃飯 我很少 我沒有筷子 就是吃飯 過計方式 有一種共同的生活 我承認他的主意 其實是中國為主 而外掛西方文化 可以這樣說 用電流來說 其實那種溝通就是一種這樣的事 我們有一共同的背景 而背景裏有不同的東西 但是才可以創造文明 文化就是一樣的東西 文化不是統一文化 統一文化只有一個末路 就是單一沒有創造性的發展 然後再創造 然後再分裂 不斷地發展自平領 而是沒有任何法明 只可以發展 我覺得這個又不奇怪 因為如果中國文化 可能你熟過我多些 但是中國人不是實在強調一種 最好就是武衝 我們強調那個境界 我不是說要最高境界 我不是說要最高境界 不像日本 日本人和中國曾相分 日本人追求極致的 它的ultimately 我做一件壽司 做一個麵包 其實我為之成功 我做到一個最極致的麵包和壽司 我說不出是什麼 他說不出是什麼 但他是追求這件事情 因為他不知道 他追求這件事情 中文不是 我不需要極致 我追求中庸 我追求穩穩定的 不要亂 不要吵 我寧願退一步 寧願不要衝突 其實他有什麼 有這個思想 才導致他想統一 統一不用吵 不用打 即他們背後的intention 因為我們一樣 統一是益制 對 就是益制你不要衝突 對 益制一來會導致到 再大的反彈 而益制導致到文明的進步性 但問題是中國雖然有很大規模 因為中國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個內陸文明 還有一個簡單性的國家 什麼叫做簡單性的國家 就是他的主要民族佔了極大的比例 令到其他很少的比例 這種情況令到他的發展 但他不同地區性 都會有他的獨特文化 所以其實他都有一部分的文化生命力 其實這是英國都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英國有很多愛爾蘭共和軍 又想獨立 威爾斯人 又叫什麼 其實英國都處於這個問題之中 但是如果以一個教授的眼光來看 你應該看得到這個 如果你要去將香港的文化 完全要以一種由語言開始崩潰的時候 這個文化不再存在的時候 中國和香港兩地之間的發展 必然地是會停止 兩地都沒有 其實是說的 現在都在做 聽過很多不是香港的港商 台商 都是撤離中國 寧願去越南的地方發展 因為 我好說不要聽一點 有些打完齋 不要和審的那種感覺 因為我沒有科技 我只有人 我是大陸 台商 港商 發展 我自己又成立了 為何我不自己開公司 我本地人做老闆 我又不會趕你走 有的 只不過我好聽一點 就是說 我現在要提高那些什麼保險稅 或者不知什麼 那你成本很高 如果你計算那條數 即是說 如果我大陸起 就是貪便宜 我好聽一點用便宜 已經不想用其他字眼 便宜 便宜 便宜代表質素沒有那麼高 如果我質素沒有那麼高 便用回這個成本 用回收入去看 為何我不去 我本地的地方 可能我這樣的成本 但我的質素高一點 又或者我去一個 成本低 但質素差不多 或者質素再低一點 但正確 因為成本和質素 我覺得這個又不用太陰謀論 這個不是陰謀論 我只是說 你在反擊這件事 人家都在走 工人利益 我覺得這個不是陰謀論 我覺得他們都是 工人利益 其實這個只是循環當年的工人革命 當年的工人革命 又是當工人是奴隸 只是現在的奴隸要求他們的收益 香港也經歷過這個階段 是由工業那種 不過現在就分離了奴隸 另一個行業的奴隸 其實永遠都是這樣的 一個地方的商業 永遠都是 因為不奴隸 然後大家是由商家去 資本主義一定是這樣的 發展到控制你變回奴隸 而你是明白 你經常被壓制 你又要反抗 重新改變回奴隸 香港也是發生的 發生過 資本主義當然發生過 你以為美國 美國不需要工人革命嗎 美國沒有理會 不是沒有理會 美國是偉階 對 其實你一樣是做這種奴隸化的工作 一定永遠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在這裏 說回粵語 和我想說為何它這麼晚 最後就是 因為這個粵語 我剛才也說過 監聽上的難處 所以它導致原統一可以易監聽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個我就說 如果假設這件事 善用 即假設某些對中國國家不利的人 利用這件事 就說回我們那套電影 Win Talker Win Talker 其實幾句 講完一個故事劇本 就是說 打仗的時候 中文是叫做 烈血追風 烈血追風 尼古拉 斯基治 尼古拉斯基治 做的主角 大家可以猜猜一下 他故事很簡單 就是二次大戰的時候 美國和日本在打仗 雙方打仗 雙方的無線通訊 雙方都會截聽 因為你英文大語言 日本人都懂得聽 截聽了 很多日本人去過外國留學軍 有語言的專家 每個軍方都有 每個國家都有 美國就為了這一點 就要講一些 你們日本人 或者其他國家 大家聽不明白的語言 只有我們有的 就是什麼呢 印第安土語 你沒理由明白 印第安土語 很少 在密碼上傳遞 保安度就高了 就是這樣 我想怎樣 牽涉到我們這裡 香港和中國 或者粵語和國語 就是說 假設如果粵語 因為粵語我們都知道 文化的東西 指評可能不再熟 尤其是香港粵語 它那個變化度 的時間速度是很快的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 因為香港可以接軌不同的文化 所以它的變化就一定是快 所以你看馬來西亞華人說的粵語 和英國 上幾代已經是去英國的移民粵語 他們都會說廣東話 但是你為什麼聽出來有些不同 覺得好像土點是因為trend的問題 或者好像傳統一些 文雅一些 不是文雅 傳統一些 因為他們保留 其實他們沒有再繼續 保留著按工人的進展 進化 不是叫進化 演變 這樣說 香港有的 而這個演變的速度 如果是中國那邊 它能否跟得到呢 還有如果我們有心演變成一個密碼式的話 圍村化 圍村化的話 或者神秘學裡面擺明是符號化的話 這個對於中國來說是一種威脅 我似中文 但你又不太明白我說什麼 然後我又不是那些人 而我又要反那些人 而那些人 就出奇地是佔中國人口 和世界人口的很少很少數 但做到威脅很大 正正是等於那個Win Talkers Win Talkers那個電影 那幫印第安土語 懂得說的那幫印第安土人很少 你死了就死了 我會這樣單方面 很主觀地這樣想 我覺得中國 是有關於這一點的 我覺得其實反而簡單一點 不止這一點 甚至乎語言分歷其實已經確診了 是啊 因為你一說不同的原因 現在就牽涉到我和他 當然這個事的起因 不只是那個影片的地鐵 也不是那個滅月與行動 其實是很多東西加在一起的一個 其實就是一種心理情況 是啊 所以其實阿孔慶東都經常要扭回家 就說香港不是 我們大陸的支持你 供水供生果供不令 你死了很久 我心想 是啊 你剛才也很大激動 你說這個 喂 中國不是在接濟香港 我們是用錢做一個平等的交易 不平等的 不平等的 你想想買一些東干水 不是 它超貴 是賣貴了 是賣貴了 但是其實它的東干水是很髒 但是它又不讓香港自己做海水化碳 這個是在地起價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發生過這個關係 有一期他們兩邊的國家關係不是那麼好的 正常都比較少學雞 吵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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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 然後加拿大就說 對不起 加拿大 馬來西亞的國家就說 好啊 你再這樣吵不讓步的話 停水 我承認這個是我們有這個 可以說弱點 但其實我們有方法解決的 我們可以海水化碳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弱點 只不過香港政府不肯做 但不是說代表 食物也是一個問題 但我們食物不是主要靠大陸 是主要靠大陸 是主要靠大陸 我都不是吃大陸 那你還要菜啊 肉啊 這個問題我只是說 如果要做一個報復性 其實美國和日本 不是 美國和中國經常做這些 報復性收稅啊 報復性什麼 如果這樣的話 香港人不是說 就會死 但商業上來說會付出很多金錢 付出代價 因為你買外國東西 例如台灣啊 運費比較貴 但如果這個賬都不能打 如果一系列的政策 可以符合這個報復性行為 那是OK的 即是呢 我跟你說這個什麼叫經濟的問題 超級市場買一包鹽 500克 日本產的是買20元500克 大陸產是200克 500克 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 所以其實你一樣是 至於他說很多問題 其實這個我也覺得是有需要說 就是逐一種刀爆 香港其實不是真的 實質上去依靠 依靠 依靠 中國 這個是有一種情況 就是近年慢慢令到你走不掉 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 你說是不是香港 你說是不是中國 100%他們起這個頭 我覺得又未必 那時候 沙斯的時候 白費待興 經濟很低 因為他打算 中國有一班消費力比較高的人 可以走來消費 但是明白 那時候是緊急的這個 policy 不是長久 現在變成好像 好像香港 香港變成零售業 這個地理和香港的政局 完全是不應該走這個方向的 其實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才是 最不能回頭的東西 是啊 商業以下 那個發展發展得太多 你如果突然間停了 他們這班死了 那班銷售員要做什麼 那班銷售員要做什麼 這班銷售員怎麼辦 你那塊地理怎麼可以起得起 這個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其實現在反而是因為 不是我要靠你而是 當這件事出現的時候 我為了滿足這個數量 令到他回不了頭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再壞一點說 可以回頭的一答 我們要承受很嚴重的後果 只是說可能 那幾年 其實不是 但問題是要看 要是靠政府做了事情 我們可以說一堆 解構方法 理論 但真的做 其實我們都可以真的做 就變成恐怖主義 也不是的 其實是一堆劉價跌下來 LV要退走香港 然後UA那塊地沒有了 然後地分間便宜 然後香港人自己 自己以便宜價租回到地方 都可以 那你就要花很多時間 去再持續教育 慘了什麼地產 其實應該是划算的 你想一下你搞這麼多 其實你划算是划算是划算的 但問題就是 這個是香港人的問題 不是這個人性的問題 沒有人會放下利益 對那個收入的影響 始終是影響大 但其實如果很客觀來看 除了這條金錢來講 對旅遊業來說 其實自由行對旅遊業是有打擊的 其實如果你看比例來說 你發現外國人 又自從了自由行 就是逐年逐年 你打擊外國人 不來香港地方 當然外國人來香港是觀光 是購物團 但是問題是它影響了整個國際 如果長遠來說 香港作為一個購物港 價值只會越來越低 因為需求越來越少 加上沒有吸引力 其實這個不是香港才有的 澳門才有的 不過澳門不是購物團 賭場文化 賭場越賺越多的話 長遠來說 澳門的經濟化 本身是越來越低 但問題是 澳門這個賭場 是一個獨立的東西 大陸不開放賭權 這個沒有所謂 反而它一定是不會死的 這個鐵特化本 問題是 香港這個購物港 其實是一個萬點 但這個萬點 總會是消耗原物 大家覺得購物已經沒什麼價值 如果大陸人再有才會去法國買 不用去香港買 反過來 你香港自己 有沙沙大陸分店 大家落又大家落分店 一個商業 你的東西會優化 越來越好的 如果大陸那些做得越來越好 為什麼我不在樓下買 要來香港買 LV都主要做這些 因為LV入香港的稅收很便宜 但是你香港也是水魚 你給大陸湯完之後給外國湯 你自己沒得 這些都不是你自己的 這個就是祖序的問題 所以我說如果要解決問題的話 始終都是要 我覺得 我主觀點這樣說這件事 你看看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最忍痛的是什麼 它真的肯扭頭承認 是 我現在這個文化 在世界上 是不行的 而我肯得國學習 而且你知道什麼 他不是說這樣派幾個 他明治維新軍事 是差不多 我可以這樣說 在政府裡面的官員 是正在做的 現役的 有一大部分的比例 是去了德國的 他那個政府的那個界階 是騰空了很多的 明白嗎 中空的 就是每一部分 對於這個政權 是很危險的 如果用大陸那一套來想 說我去德國那幫日本人走路 那怎麼辦 但這個就是國民問題 他們有國民心 nationalism 我要回來日本 貢獻回社會 還有他們學過之後 這個隱痛 其實那時候的明治維新 是很隱痛的 是 我覺得不止大陸 其實現在的情況來講 無論是香港人 大陸人 都有一個心理的悲病 這是民族性的 很追求眼前利益 短時 短時 這個真的要罵 最主要我要罵 一個就是 為了責錢 無所多人奇跡 搞這些 一來二來是那個尊嚴問題 譬如說 為什麼中國那幫人 會反歧視香港人 就是你之前 又不承認自己是 什麼中國人 但是你為了利益 不是 你責錢沒有問題 你可以繼續這樣 保持這個trend 沒有問題 但你又不肯撤得起 你又是 你這裏不肯撤得起 你說自己是中國人 問你就是中國人 那裏不 amphibious 就是說自己是中國人 有利益的地方 就說自己是中國人 我又覺得有什麼事情 你又說自己不是 這個是轉太 轉太有個弊病 就是長頭草 香港人以前 已經被人說 香港人以前的核心界 即是民族的優留性 靈活 聪穆 聪聪 但聪聪 沒尊嚴 就是泰監 現在他們說香港人聰明 以為自己很聰明 這種聰明就是短視 聰明 小聰明 我們說這班零售業 我覺得你都叫做生意 聰就賺錢 另一班是更加何事 真是賣港賊 那班中介 那班雙非中介的人 如果雙非中介就已經不是香港人了 香港 我做雙非的中介 即是不是雙非人是做中介 他介紹他們 一條龍服務 介紹他們怎樣跟酒店劏房做合作 然後我幫他們付錢 然後你給他們睡覺 找人帶來怎樣衝入急城市 這一班為了眼前你 其實真的完全是至香港人 如果說雙非 孕婦可恥可恶 我覺得這班人才是最極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這就是自己本身要解決的敵人 即是我們內患就是這些 我覺得這班人是比這班人行很恐怖 即是香港人有一種問題 就是為了賺錢 可以完全無所謂 即是自己利益先 尊嚴利益 我的身份 不是就有錢就行 或者是人家整體性 不完全不會想 即是香港人不容易賺錢 根本上不會有香港本身 你看我很有趣 那些資源我都說 有些香港人都這樣 我說你不用房間關燈 那省權我當然 他答我什麼呢 又不是你給錢的 關燈不是為了省錢 是為了省資源 我家就關燈 我在公司 我覺得你都說不通 這個就是之前有一宗新聞 說中國人的那宗 不是新聞 而是說去到德國 也是說這些 這些問題又是香港和中國 都是共同的問題 可以承認 那這兩個壞蛋 另外就是賺錢的壞蛋 又是這些結構性問題 兩人 孔慶東又說 香港的導遊態度很差 你知道那個導遊事件嗎 阿珍是嗎 阿珍 那個不是香港人 其實大陸人在這方面 是比香港人還肯定 除了之前有一宗過年新聞 200元 跟鮑魚 跟他簽了卡 把卡是3600元 那一宗之外 我相信200元 跟鮑魚交 他很相信 你不想一下 別人有沒有問題 你不想一下 自己的智商有沒有問題 對 當然 其實大陸人 做事是肯定香港人 在這方面 但是 旅遊 這個就是 根本阿珍 其實就是新聞 大部分 這些大陸團隊的新聞 他們在罵那些香港 是你們自己國內的那班 是你們下來的那班 他們下來幾年那班 他們的優勢就是 這個就是優勢 就是國民主義 你這樣說 例如澳洲人這樣說 澳洲人 就是跟香港更像 多元民 這樣的話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他也不是澳洲人 但是他拿澳洲護照 這個就是牽涉到 他們內部自己的分化問題 這個我不是說分化問題 而是說教育性問題 他們下來幾年 他的優勢就是 因為我認識你們這些話 我還沒說廣東話 我來接你們 我是有這個身份 但是問題是 你內裡的骨子 你都不是等同一個身份 你不是拿一個護照 就是我拿著BNO 我不等於英國人 我實際都是一個 香港土生老長的情況 所以阿珍骨子女 雖然他的新移民 但其實實際上 他的OS 他還沒升級 他還沒轉 他還沒轉版本 回到一個香港狀態 你罵這些是沒有意思 但問題是這個又是一個結構性問題 其實這個 零團費造成的問題 這個零團費 我覺得香港很多問題 只是顧自己面前 搞了很多很有問題的問題 不只是商業 香港的發展 香港的未來發展是甚麼 我實際上說 零發展 不會有發展 現在是得過扯過 哪有個國家是得過扯過的 你得澳門 那時候的澳門 好像被葡萄牙統治了很多年 但問題就是這樣 所以為何澳門和香港人不同 澳門人是有某些部分 是欣慶給大陸收回 回歸 就是因為大陸才這麼激烈的發展 賭場 明白 對於他們來說 這個水平問題 以前是低一點 你起到這個層次 就高了 現在香港本身已經高一點 但你現在這樣起 其實你是在下降 你遷就那幫人 我其實我對香港政府 我今天看過一篇文章說 國家自從門人選 香港人靠自己 就是D&G這件事 香港人是自己走去 自己走去 別人都賭到D&G去到 其實 我現在這個政府 真的沒有期望 對呀 反過來 還有那個說 我忘記了是有個護士 寫回那段文 還是我忘記了是 醫護人員 還是在特首的Facebook貼了那篇文 還是我忘記了是 我忘記了是哪個事件 導致說 雙方是和平解決 就不再追究的 但是特區政府沒有表態 是不是地鐵那單 還是醫院呢 我忘記了 意思就是說 現在有一個外面的 國內人來這裡 香港人跟他吵 吵完之後 輿論又說 新聞又說 等等 完了之後 政府沒有表態 有表態 如果今次有表態 有表態 有表態 那些真容力表態 我真的想 我不知道說什麼 那個孕婦那個 我真的 我真的很想去粗口罵他 我真的爆咪 我真的說粗口 真的 哪有一個政府跟你說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人家來霸佔我資源 那你去霸佔別人的資源 就是 人家為什麼來我們這裡 因為我們這些事好 他才要搶過來 所以我們被人搶了 我就去別人 人家都不要 這什麼邏輯 我自己的國家 要給別人 這個其實為什麼 打香港豬 不是 防不食肉 我們的飯 被人吃完 那你就吃回人家的飯 那人家都沒有人吃 為什麼要過來吃我們這些飯 就是這樣 我們比較香 就是 人家為什麼不喜歡在大陸生 可能大陸是屎 來的 放我們下來吃你這裡的飯 那你飯沒有被人吃完 你去吃別人的屎 你一樣的 邏輯 我覺得 我覺得他究竟是他本身那個人的刺傷問題 還是他受中央壓迫他的管理手腕 還是他本身沒有管理手腕 我不知道 但是 他拘捕自己幾個月 他要生的 你都要派外國生 他根本就不會理你 你這樣 我覺得 是不是高偉賢說 香港人靠自己那個 應該是他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 我自己 Facebook都有回應 我說其實 不是應該這樣的嗎 或者香港人 不是應該每一個人 每一個國家都為自己做回事 哪有個國家是 Expect 就是老鳳 老鳳 不知道你的主屬國 你當是殖民地這樣說 一個主屬國 做完你所有的事 你的殖民政府都做回自己的事 香港以前不是每天都這樣嗎 英國對他們做了什麼 教育之類 都是我們自己做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依賴呢 我們不應該再理這個地方 我覺得 但是我關心的是 我要說 很小心 我很敏感 但是如果我們這樣 就是一個很壞的方向 往這個方向去 就是反政府和恐怖主義 為什麼呢 所有事情都是民間自己做 對 假設如果這個真的有力量 那民間政府的力量 對 就已經變成反政府了 譬如說 反過來 政府解決不了這個沖關問題 也沒有想過解決 對 那都要解決的 你當我狂想 推測 假設有一群民間力量 主動去醫院 你是雙非 譬如說 暴力一點 強制地抱在床 拿走 撤倒不讓他入病 兩邊 一個在邊境做事 一個在區內的醫院做事 我只是拿這個做例子 這是一個恐怖主義 你可以這樣說 正邪你不要回家 但是這個行動 因為你 私自執法 這個是地區自治政府 去推翻一個官方政府行為 但是坦白說 如果這個政府這樣不續下去的話 你要香港自己人解決自己的問題 最practical 或者最後 或者最不好結果的一個行動 就唯有是這樣 其實想怎樣 說回這個大香港主義 其實最大最大曲線支持的就是這個政府 因為他沒有去幫助市民的訴求 他沒有做政府應該要做的事 令到他們要自發性 以一種心態去推人他們的面對問題 我不說到國家那麼大 我也不說到區那麼大 我說一條村 一條村是屬於一個區 我是村長 無論我區的事情怎樣壓迫都好 我最低限度的priority是甚麼 為我村的利益 問題就是 現在他是為 他不是為那個區 他不知道他為 總之為對面 我也不知道他為甚麼 為他自己村 這個不適合 而且這個是不可以再容忍的 你看現在香港政府 我覺得香港政府不是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是中央的 在香港的實行部 實行那邊的策略 但是這樣 這方面我有點懷疑 因為我看曾蔭權過去的表現 他有時是拆下中央鞋 但是很多時候 為自己謀覆 他不給面子 他真的不給面子 例如大陸其實都已經出聲 要搞樓市民 其實大陸心照 我是要搞你們 但我不可以這麼明顯 我一樣要懷疑 即是同時幾個問題 又有樓市又有這個問題 我現在更加不滿 這樣就全部把球都射到我 我就令人眼睛 我要你解決問題 同一時間交換條件 甚至一些事情 改變問題 但那個比例佔很少 對流的佔很少 但問題是 曾蔭權是擺明不掃他 即是有眼見 他是同一時間在外面說沒有這個問題 回來 他叫他應了你 但他完全沒有 沒有做事 霧顯你 他根本其實 調回到曾蔭權 他是不是真的不擺中央鞋 可能他心照 我過了這幾年特首 我都不會跟你們有什麼關係 隨時他閃了 他現在是怎樣為自己謀覆你 怎樣跟商家佬打好關係 我怎樣去控告我 還有為自己安全度過這個任務 到過了之後 還有要拿那個後期利益 就是為自己將來覆利 他不是為中央 他沒有執行中央 也沒有為香港人利益 他正在為商 他正正中中官商勾結 所以我覺得 香港有法治是一個 連中國那班人都說的這件事 但大家都要知道這件事 這個事不要當作 即是香港人自己 法治都流浪 不要作為一個老諷 這個也要大家去捍衛 如果不是的話 因為釋法問題 這是一個穩困的 你釋法 為何由他們又釋法 最正確的意思就是 找一些非中國 有非香港人釋法 當然他們一定不肯 但我們講公平的極致 就是這樣 不是什麼叫公平的 他們又不肯 去到這一步 我覺得如果做回自己的話 就真的不只是態度問題 他做到你身邊做事 譬如你任父 或者護士 什麼都好 你不肯反乱跟他說 我覺得也是 你引起衝突 就是衝突 因為香港就是少了這些衝突 我會覺得 大家啞引 我除了這件事 另外還有一件事是要說的 其實大陸 不只有一些 好 什麼街的人 大陸其實很多都是 很多東西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除了這件事 其實區與區之間 我們除了保護者區 都要建立區與區之間 和諧關係 不會只是衝突 我覺得是要更加跟他們溝通 更加告訴他們 現在究竟你們做了什麼 發生了什麼事 例如孕婦這個問題 根本他們不知道 他們知道有先來生 很矜貴 我覺得要更加讓他們知道 究竟有什麼現實 反過來我們是要教育他們 繁體字一樣 我們經常說選繁體字 但他們經常逼我解釋 其實我們亦令他們用 很多人多看繁體字 即是這種交流和再教育 和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我覺得這是另一種的途徑 我們說真的 這是一種相關齊 即是一種要解決 實際內部的問題 對外的外交 我可以這樣說 對外的 你不是說不溝通 只不過是更加令到 這件事火上加油 其實我們現在除了找交 和在我們自己的 每個人在Facebook 根本他們不會看得到 除了自己單方面 對著一個 網 對著廁所做見盤致 或者是送 其實真的叫廢 即是你不罵 罵你也有個人在罵 但你現在連個人都看不到 他根本在Facebook都看不到 那個圍圍在桌上 都在罵罵罵罵罵 不好意思 聽又聽不明白 根本聽不到 看不到 你是不是應該直接對著他們 罵告訴他們 發生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 實際一點 應該是 要面對他們 把我們難題的項目 列出來 很多基本戰士 很多人做獨立 在YouTube創作 那些 你罵罵罵罵 應該要 我同意 另外一句話 說回 等於別人的 紀錄片 說回 問題是這樣 我覺得會好些 還有我們也不需要 是一種 下下用這個 貶而貶到黃 這些情況 我只是要告訴他們 很理性的 告訴他們 你們這麼多人下來 你是不是可以呼籲 叫附近的人 不要下來 因為你們 令到這對制度 我希望 我們這裡 呼應有心人士 這樣做些 什麼 解釋性的事情 還有 我覺得第三 說完這一點 今集應該都還可以 看看說了多少 原來有一批人 以為自己很理性 以為自己做得很好 但我覺得 亦都是問題的 問題之一 就是什麼 什麼都不做 由於他們說 喂 如果這群人佔大數的話 即是說 那其實這群人很討厭遊行 那群人 不是 會阻礙他們 對 一來二來就是 我不要管別人 做好自己 對 你說就說得好像很好 那你正確做些什麼 你是沒有做過事 等於跟夫妻關係一樣 等於跟朋友一樣 等於跟朋友一樣 你這些事情不溝通 什麼都不做 做好自己 那就會慾心去吵 因為 有些問題是會燒到下來 即是未敷過那班 對 最經典未敷過那班 你之前在那裡說 我忘記說什麼 你之前在那裡說 人家在那裡示威遊行 是一些不理性的行為 然後到 你 搞到被人 門口被人咬到這樣 你不知道見什麼鬼 你不是個個出來靜坐 你的眼光不可以放在自己面前 這個人是一開始到 短字 你應該放亂點 看到整體性 還有呢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他說 不要管這些人 寬雲點 一來 二來就是不要管這些人 他來到香港才算 我心想 他來不理到香港 跟這件事是沒有關係的 你說世界另外 其中一個國家 什麼國家都好 發展的言論 對於另外一邊 可以很大 這個世界不是要面對面 看起來 或者空你來撩膠打 才是衝突 我不要管這些問題 你說未打到你 OK 如果問題不嚴重 我覺得可以容忍 或者我們可以 問題現在底線在那裡 你要設定底線給自己 還有現在的問題景很明顯 你不可以再分量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才是重要 我覺得 我不是說 要說什麼人對 或者說什麼人不對 我覺得 你不是說 但是你 walk away 就是你沒事 因為你本身是這個局 你加入不加入 已經是混合了 我可以很殘酷地說一句 你 walk away 你不理會的話 就有得對面做這些 你覺得不合理的事 你是在幫他們 為什麼 因為你沒有用力去推去反抗 你就幫他們留 你站著也讓他們留 是這樣的 有個力在 但是我也要顧及大家 不要像當年菲律賓事件 全部菲律賓人都 一種憎恨的情況 理性 要告訴他們問題 對問題要有一個處理的狀態 我覺得 首先我們不要用一個種族歧視 但問題我們要真正正的 很多時候我們罵的時候 其實不知道中間發生了什麼 這裏說了這麼久 說什麼大香港主義 其實就是想告訴你核心發生什麼 而我們因此更加明白 為什麼要有這種 還有記住 我覺得有時候很多事情 是太過 攬在一起 譬如說 某一個嘉賓 他說的話 我們就以為是 全部中國人就是這樣說 而我們看到某些中國人 就覺得全部中國人都是這樣 其實這個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逢是吵架 因為是這樣 一說就說了你們全家 說了你們整個國家 但是希望對事 大陸人很多都不滿 令東的言論 首先我們不要純粹是一種歧視 不是罵戰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是 現在需要停止他的大量進入 對 不要不理 不要是不是都罵 也不要不理 對 要用一種說什麼 要有道理的跟他講 對 公義 如果不是就變成一種 罵戰 我是想和諧共處 但是也不想變成一種罵戰 還有其實我覺得 但是心目中 坦白說 大家很多人都對這個社會問題 和中港的問題 有很多 不滿了感情 但是也有很多不明白 對 我希望大家 真的不要啞隱 但當然不是叫你無差別歧視 無差別亂廢 只是說對著問題 對著那個對象 正式的問題 對 對 我們這集可能都說到差不多了 這個可能會 會不會鋪上去打香港主義 應該都會 應該都會 不是 我們這個 這個當然會 這個會 因為剛才都回應 不是回應的 就是作為一個很普通正常常的香港人 普通的理性土 有些東西是需要這樣去說 就是這樣做 看看大家有什麼回應 好 再見 拜拜